若把你比作歌 你便是那高山流水 8月26号到9月4号 来自13个国家的21名爱好中文热爱音乐的外国青年来到成都 围绕唱歌学中文的主题开展言学 从学中文歌弹奏鼓乐器 再到实地感受城市音乐产业发展 在这趟音乐之旅中 这群外国青年对成都的了解 不再停留于歌曲成都中的小酒馆和玉林路 我就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然后我觉得唱歌学中文的很有意思 然后还有些歌我唱的 但是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到这里就我唱的就明白这个意思 比如成都 我一个人在国内 我亲但是我没学过 就好想知道这个歌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人家唱的这个歌 然后他们给我们分享 然后我们一起在唱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好多 我自己学到好多好多 有来只为新人乡 有谁听到旧人哭 爱情两个字 好辛苦 德国小伙 因为旦旧的音乐是非常兴奋的 非常兴奋的 像是Mozart 和Bethoven 而中国的音乐是很普通的音乐 和普通的音符 音符非常不同 但音符的音符非常好听到 尤其是阿卜 阿卜是中国的音符 延续行程中 不时有人唱起自己国家的名曲 其他小伙伴也会跟着哼唱 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完全懂得歌词的含义 但却能在旋律中找到共鸣 音乐成为大家共同的语言 我认为音符是带路中很多国家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做这个行动 我们有很多国家 像马达加斯卡 西班 美国 我从阿尼尼尔 所以我们都在英语和中文的训练 也不仅是通过音乐或中文的 但也通过音乐 所以它非常兴奋 而且这个音乐是这里的 在成都宽窄巷子 这群海外青年 换上华美的古装 走在青石板路上 立刻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当传统乐器演奏的现代旋律响起 海外青年们唱起那首 快制人口的成都 引发全场大合唱 通过音乐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相聚在一起 创造了一段难忘的记忆